各位参加AR科技趋势论坛的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让主办单位也让我有这个机会 用远距预录的方式来参加今天的论坛 那相信在座有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本身就是一个AR VR科技的众多爱好者 那VR VR对我来讲是生活里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办公室里面基本上就有目前几乎所有的AR跟VR的设备 不管是运动不管是自我沉淀不管是国际交流 这些呢都带给我很多的便利 然而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心得是这样的 就是AR VR除了在娱乐领域的应用之外 其实还有无限的可能 可以用来解决过去难以处理的社会问题 包括强化视讯品质 让细部表情的传递更为精确 包括让远距开会能够更贴近面对面开会的感受 以及直到可以完全取代在AR VR的实践当中 怎么样透过逼真的模型情境的建制 让大家用生理其境的角度 就像holodeck一样去讨论公共建设 就像公园怎么规划 大型运动场馆的建筑量体怎么配置等等 简单来说 AR VR作为一个讯息传递的新的途径 就好像电报电话传真的问世一样 将带来许多前所未见的改变 而包括这些我们当下可能还无法想象的部分 在这个过程里面如何透过这些技术的应用 让世界变得更好 是我们大家都可以放在心里思考的一件事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圆满顺利 各位都能够满载而归 谢谢大家